一些球迷认为女队主教练马林特别偏心陈梦,还是去当陈梦的主管教练比较合适。 甚至有些球迷认为陈梦只要试拼赛没有单打夺冠,马林就应该主动卸任主教练的位置。 很显然就算陈梦拿不到大满冠,这对师徒也依然在国拼继续存在着,而且始终是属于当红辣子鸡的类型。 很多球迷搞不懂陈梦的单打水平实在一般,根本不具备进攻的侵略性。 跟孙颖莎、王曼玉一笔就显示出了球封上的差距,得分主要靠防守。 而且,对战不熟悉的外战对手,经常比赛过程很困难,打不出流畅的进攻,总在要输球的边缘徘徊。 反而是陈梦对战自己的队友显得更加轻松,不会出现磕磕碰碰的情况。 每次陈梦对战王曼玉那完全都是占据上风的比赛状态,王曼玉每次都是逆转获胜,很少有大比分领先的时候。 这就充分说明陈梦对自己的队友研究更加充分,不然比赛流畅性不会那么高。 很多球迷不相信,难道队友就不研究陈梦吗?关键是谁敢研究? 主教练马林在队内的微信很高,研究陈梦那不就等于是研究主教练吗? 很多球迷搞不懂的是马林明明临场,执教能力不强,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决赛,指挥失误丢掉了冠军,为什么还能做主教练? 实际上这才问到了点子上,因为这个世界上通往终点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直的。 既然正面走过不去,要翻山越岭很困难,那为什么不进行一下迂会策略呢? 如果有所到的话,直接做所到就过去了。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是存在捷径的,聪明的人为什么不走捷径? 球迷不要认为在国拼就不会出现职场中的那种情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实际上,相比较竞争激烈的职场,比较封闭的国拼比职场有过至而无不及,因为受到了不公平的竞争也无处申诉。 就算能够申诉,也会说你没有大局观,不服从集体意志。 所以,有些选手明明很有发展潜力,到最后不光竞争不了主力位置,非主力选手的位置都竞争不到,这就是没有掌握方法。 国拼的竞争并不是完全按照选手的实力来的,因为有实力的选手太多了。 主要是国拼可选择的选手很多,甚至有些选不过来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封闭的团体必然会产生很多看不见的操作。 实际上马林临场只会应变能力不行,并不是关键因素。 这得益于国拼友好的平台,毕竟这些选手都是顶级的存在,就算是指挥失误,除非对方跟国拼选手实力接近还会赢球。 要不然国拼选手凭借硬实力还是能够扛过去的,孙颖莎被韩国选手朱千熙不就给逼到了决胜局? 孙颖莎在决胜局照样扛了过去。 特别是在教练不给力的情况下,优秀的球员只能自我拯救。 很多所谓的优秀教练只不过是在优秀球员的衬托之下,才能展露出执教水平。 所以,千万不要错把能力当平台,缺少优秀的平台再优秀的教练也很难培养出优秀选手。 很多球尼也在反思,既然陈梦这么想成就大满贯,让陈梦独自一个人参赛不就可以了吗? 也没有人跟他争了。 关键问题是让陈梦一个人去参赛,能夺冠吗? 要是陈梦真具备独自参赛夺冠的能力,就不用每次捆绑着孙颖莎和王曼玉一起去参赛了。 陈梦像陈信彤一样带着非主力选手去参加各类比赛,世界积分跟排名都会上升,重返世界第一绝对不是梦想,而会变成现实。 可一旦真这样做了,陈梦世界前五的排名都难保住。 很多球迷肯定不这样认为,那只能证明他们看不懂比赛。 绝大多数的球迷是看不懂世界排名的,尽管陈信彤的世界排名要低一些,但陈信彤单独参赛能取得三冠王,足以证明是世界前三的实力。 因为如果换成了孙颖莎,也很难在三个项目上夺冠,孙颖莎获得三冠王是建立在有主力选手参赛的基础之上。 你让孙颖莎带着非主力选手去参赛试试,他不可能在三个项目上夺冠,这也是国拼都极力避免的事情。 孙颖莎的双打能力跟单打能力并不完全划等号,这些国拼不会告诉那些伪球迷。 国拼只需让那些球迷清楚孙颖莎是最棒的,是最无可替代的就可以了,只有这样才是让孙颖莎身兼三项的基础。 并不是说国拼离了某一个球员就不运转了,而是偏偏就要带给球迷这种印象。 陈梦和马林并非只是个例,他们只是代表了国拼的一种现象。 就像东京奥运会周期国拼所宣传的那样,刘诗文跟许欣是实力最强的,所以才让他们参加奥运会混双比赛。 这都是为了让他们参赛的需要,同时也证明了对内的竞争实际上是很激烈的。 实际上奥运会开赛前陈信彤和周宇这对临时组合都击败了许欣跟刘诗文,或许很多球迷还有印象。 哪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选手? 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陈梦和马林这样的选手跟教练之所以受重视,是因为他们懂得竞争的内涵。 有时候通过购买力就能达到的竞争目标,就不必用实力去争取,这才是真正的职场规律。 目前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生代球员们正在准备6月份的三战常规挑战赛,主力们正在进行休息。 由于在5月份的德班士拼赛圆满完成任务,崭新的国拼教练组的首次亮相圆满成功, 自从去年底国拼进行换届调整以后来,教练组就一直处于集训状态。 如今在如此重要的赛事圆满完成执教任务,新的国拼教练组赢得认可。 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在世拼赛征战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教练组也应该及时总结提升,继续保持国拼的原有竞争力。 而这其中有一项改革措施就褒贬不一,在成为国拼总教练之后, 李笋对参赛球员的场边教练安排进行了调整。 在保持国拼内战教练不出场的原有情况下, 对国拼球员参赛,由男女队主教练进行场边指导的惯例进行了改革, 开始尝试由球员的主管教练进行场边指导, 而这样的改革显然受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一次的德班士拼赛, 林高远、梁静坤和孙颖沙的主管教练都是场外指导。 而最终三名球员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饱受争议的林高远没有输掉外战, 只是输给老将马龙遗憾止步, 而梁静坤则是闯入四强, 尤其是战胜张本志和帮助国拼, 包揽半决赛名额提前获得男单冠军,立下汉马功劳。 孙颖沙更不用说, 本次赛是面对夺冠的艰难困境。 一路晋级在半决赛战胜早田希娜, 决赛战胜了老对手陈梦, 成功夺得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世拼赛冠军, 在孙颖沙圆梦的背后, 主管教练邱一可的指导功不可没。 总教练李笋着力安排并实施的这个布局改革可以说非常成功。 在之前的世界大赛中, 由于在球员参赛时是由国拼男女队教练员王浩和马林指导, 因为主教练和球员之间并不熟悉, 就会出现一场又一场的外战失利, 而且还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人为因素。 如今来看让主管教练亲力亲为参与, 让球员和教练都受益匪浅。 不过客观上也削弱了男女队负责人对于国拼的掌控, 尤其是马林掌舵国拼女队的目的并未达到, 本次赛事。 马林的原有计划里必然是力保昔日爱图陈梦争夺最终的冠军。 结果,随着国拼总教练李笋的改革, 马林对于国拼女队的掌控并不像前几战那么明显。 而孙颖莎在主管教练邱怡可的指导下, 及时查缺补漏最终顺利夺冠。 在新乡冠军赛疑似让球的一幕再也没有出现。 马林偏爱陈梦的做法最终付出了权力对虚弱的代价, 那么如何看待李笋的这项改革措施呢? 欢迎留言讨论。